好 那我們繼續接下來呢 我們剛剛前面呢 已經呢 完成了 我們的一個網域主控站 那當然呢 中間呢 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新增兩台伺服器相關設定 當然因為我們要模擬 模擬呢 我們的兩台主機 所以呢 我們就去設定一下什麼 潮狀虛擬化 好 我們前面章節呢 已經設定好了 然後呢 前面這一個1 2 3的動作 都做完了 就在前面的章節6-1的一個影片 章節裡面呢 已經把這三個步驟設定好了 就當然這兩台server呢 IP位置 DNS這些都設定好了 設定好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介紹的第四步 我們要將兩台機器加入到我們的網域 加入到網域 好 加入網域呢 當然DNS都設定好了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邊 121 122 我們要加入我們的網域 當然你的網域名稱自己都知道了 所以說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呢 剛剛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一個 我們的網域主控站 我們來登錄一下 注意看一下 來 我們就有00 WDAW 99 底下的ATOM CHAD 好 這邊呢 來看一下這邊呢 我們來檢查一下我們的網域 控制站 它的是不是有建立起來 剛剛已經可以登錄 表現應該是比較沒有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工具 工具裡面呢 我們把網域 電腦 使用者以電腦把它打開來 這邊呢 當然你在做當中 直接做下去可以不用檢查 好 因為你確定沒有問題的話 好 那我們因為在上課 所以讓各位再來檢查一下看一下 好 讓各位呢 能夠一下再恢復一下 記憶力 嗯 前面講過的記憶力 好 這邊呢 你可以看一下這裡的Computer 裡面是沒有電腦加入的 對不對 那網域是不是你的名稱 對 網域名稱都在這邊沒有問題 好 我們就可以先縮小 等一下再來做一個驗證 好 那我們現在針對Server01呢 我們去點一下 本機伺服器 我們要加入到網域 工作群組點一下 好 這裡呢 按一下變更 好 這裡呢 就有一個網域 我們要輸入 那當然呢 等一下沒有辦法跳出來 就是你的DNS的IP設定 沒有設對 知道吧 好 我們來設定 輸入自己的 wtawu99.com.tw 好 這個部分 這是呢 你的網域 不要輸入跟我一樣 輸入你自己的 按一下確定 好 馬上會跳出這個IP 這個驗證的帳號密碼出來 好 那我們就把它輸入一下 00-wtawu99.com 按反斜線底下的ADEMI Trader 好 剛剛我按錯了 來 好 輸入好密碼之後 按一下確定 按一下確定 好 這時候呢 應該很快的時間 就會跳出歡迎加入你的這個網域 注意一下這個網域 是不是你自己的網域 如果沒有問題 就按確定 好 按一下確定 按一下關閉 重開機 第一台 好了 當然SERVER02一樣照做 好 一樣來做第二台 一樣來選擇工作群組 好 跟剛剛的做法一樣 再輸入一遍 因為現在在做第二台 好 我按一下確定 好 一樣來輸入 好 按一下確定 一樣 然後呢 一下時間 就會跳出歡迎加入 確定 確定 關閉 重開機 好 這時候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兩台它重開機完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呢 你這台SERVER01 它出現的使用者名稱 這個地方 請不要直接輸入使用者名稱 一定要輸入你的網域名稱 知道吧 你要用網域的管理者登錄 而不是你的本機管理者 所以我們來登錄一下 00 好 之後按下ENDER登錄 另外一台也是一樣 注意 一樣再重複說明一下 不厭其煩 一定要把它輸入一下 你自己的網域名稱 好 兩台都登錄之後呢 你就這樣登錄進去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呢 我們的這台AD 這個只是驗證而已 這邊的一個電腦名稱 computer 這裡按重新整理 就可以看到兩股電腦已經跑進來 當然你要再驗證什麼呢 驗證我們的工具裡面有一個DNS 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們的這個DNS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你的正向 你的網域裡面是不是多了兩台機器 對不對 對 這你的SERVER01 SERVER02 都有加起來 好 這邊呢 我們的驗證部分 我先縮小停在這邊 好 我們前面呢 兩台已經加入網域之後呢 現在第五個步驟呢 我們要連線管理我們的Storage 要把我們兩台SERVER的 IQN改成跟Storage一樣 但是實際上是什麼 是我們把Storage的 裡面的IQN要新增 跟我們的SERVER一樣 只是呢 各位跟他的權限剛好相反 所以你只能是用你的SERVER去改 改成跟那個Storage一樣 這樣東西是吧 因為呢 你在Storage上沒有權限 只有老師有權限 知道吧 所以你現在要把你的SERVER 改成跟Storage上面的IQN一樣 那我們現在呢 先登錄一下 登錄一下 開Sleeper 登錄一下 好 IP還記得嗎 來 IP 192.128.76.75.51 來 那我的位置呢 是0600 各位用你自己的座號 好來登錄一下 這都是你的名字喔 這是你的喔 這是你的座號 不要打錯囉 這是名稱囉 好 那我們按一下OK登錄 好你就可以看到呢 你自己的位置 自己的位置 來剛剛這IP是 我再給各位看一遍 51 來 75.51 我再停止一下 看看這邊 這邊不要打勾 知道吧 這裡 不要連到00齁 連你自己的座號 不是電腦名 這是你的座號 知道吧 這是座號 我們呢 登錄到我們的Sleeper 好 我們的一個Storage上面 就來檢查一下 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不跟各位再解釋齁 因為你之前已經有練習過了 好 怎麼去新增一個Valent 一個磁碟有沒有 多大多小 這邊對不對 這個地方 那各位呢 這裡呢我們要去做什麼 假設我們都已經新增好磁碟對不對 我們是要去找 各位可以看一下 先找一下host 等一下這裡有個host 如果這裡沒有出現 要選這裡的選單 知道吧 找一個host 把這個拉高一點 知道吧 如果你拉低 有沒有看到 它是一個icon icon看不是很清楚 你就往上拉 往上拉 有一個host host之後呢 找到你的domain 再往下 看到你的名稱 再往下有一個host 這裡面有沒有看到一個 這裡你再點這一個位置 有一個host 這邊呢有一個你的電腦名稱 你輸入的名字 點它 你的位置的地方 就底下有一個位置 你的iQN 好 這一個就是1 這一個就是2 知道吧 好 這邊呢 你看到之後呢 我們要怎麼辦 對不對 我們就要開啟我們的 server1 好 開啟我們的server1 來 好登錄一下 好 這裡呢 你知道的呢 你的這個server1 要等於這個名稱 知道吧 server2 要等於這個名稱 所以呢 再來呢 我們現在因為我們的 這個server1 要連到我們的 storage上面 所以我們要啟動我們的iQN 有一個iSCSI啟動器 要把它啟動起來 要設定我們的iQN 好 我們點一下iSCSI啟動器 按一下4 這個這邊要按4 你如果按4的話呢 下次重開去 你的 連線就不會自動連線 知道吧 所以要記得要按4 有沒有看到這個說明 你自己練一遍 因為它會幫你自動啟動 按4 好 4之後呢開起來 我們在做連線之前 要去做什麼 設定這裡有沒有看到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iQ的名稱 對不對 這裡要變更 把這個名稱改成跟這邊一樣 好 這裡有一個Microsoft 對不對 後面是不是有00 對不對 我們後面都刪掉 00 這邊改成A 像我是406-00 有沒有 這邊的數跟它一模一樣 的文字 好 我先停在這邊 等一下再按確定 我們來看第二台 我登錄一下 好 第二台呢 我一樣啟動 iSCOTC啟動器 一樣來設定 這裡有個變更 一樣 這裡有沒有 我把它移到下來一點 給各位看喔 來這裡是不是第二台 我是不是到這個地方 帽號記得喔 你報號 帽號有時候你會忘記 就把它刪掉了 00 中間還有個帽號 再到T 知道吧 所以你把後面刪掉 A406-00-2 都要一模一樣的字 減號什麼都要一模一樣 好 這兩邊都設定好 就按一下確定 你才能夠連到 你的Storage空間 好 我先停在這邊 Depore各位一下 好 這邊呢 剛剛我們講說都設定好 跟我們的Storage的位置 iQN一樣了之後呢 好 按一下確定 第二台也要按一下確定 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不用關掉 前面有一個字 目標 對不對 那目標呢 我們要點到哪邊 192.168 點 有8182的嘛對不對 我們讓大家分流有沒有 好 第一排是81點多少 好 第二排 92 對不對 第三排是82 知道吧 好 這邊呢 就連線完成之後 來看一下我們的第二台 你看 我第二台一樣照剛剛的動作 目標 192.168 82.92 我按一下快速連線 如果你沒辦法連線 代表什麼意思 你剛剛iQN是不是跟這個名稱不一樣 懂得是吧 我現在在強調一件事情 一般 我們大部分的做法 不要不會去改 那就通用的 但是建議各位還是要改 我們一般是這裡的iQN名稱 這名稱 原來是什麼 我們是在這裡新增 知道吧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讓各位有這個權限 所以說你這邊是我幫你建好了 你這邊來符合我這邊 所以剛好相反 那你去外面工作的時候是什麼 這個iQN寫什麼 你會把這一串 複製到這裡面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會這樣子做的 好 這邊好了之後 後面基本上呢 你如果熟悉這邊後面都不用動它 知道吧 都不用理它 就按下確定這樣就好了 這邊也是按下確定 這樣就好了 然後呢做什麼事情 回到我的前面來這邊 做什麼事 是不是要去做什麼 工具 電腦管理裡面 去看一下磁碟管理 你的裡面的磁碟有沒有跑進來 有沒有 是不是在這裡 一二三 另外一台也是一樣 工具 電腦管理裡面的磁碟管理 去看看有沒有跑進來 我們先不要連線 對不對 好是不是三個都跑進來了 對不對 好跑進來代表呢 那我們要跟各位講的是 因為呢 因為這個Storage 讓各位建好了 好 那我這邊說明呢 我一樣再說明一下 稍等一下喔 好 這邊呢 我就說明一下而已 因為各位已經做好了 那 在這個Storage 你最少要建立一個磁碟 叫做5G的磁碟 那這5G的磁碟 在做我們的磁碟見證用 所以這5G呢 當然我們建了兩個 三個四個都沒有關係 但是你要有5G的 一個小顆一點的 最少一個小顆 最小顆最小顆 不要沒有一個小顆的硬碟 要最少建立一個小顆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們剛連線過去的對不對 有一個 4G就是5G嘛 這裡是不是也有個5G 兩邊連一個同一個位置 那其他19G 20G的呢 是提供給你 要放虛擬劑用的 或者要放檔案用的空間 這是另當別論 但是呢我們最少建立一個磁碟 來做磁碟見證用 所以這個磁碟呢 我們之前已經有介紹 各位怎麼去新增 你現在只是把它拿來用 那你如果是初學 什麼環境要初次建立的話 你也是要去建立一個這個位置 讓你的兩台機器能夠抓得到 好 這個人抓得到 等一下呢我們就要來 針對這個磁碟 去給他一個磁碟代號 這個呢 應該比較記憶猶新的 磁碟代號兩邊都設一樣 對不對 連線斷線連線斷線 還記得嗎 對不對 好 我們先從這一顆磁碟見證來做 好 這邊呢先從第一台按右鍵 因為我們也曾經都formate過了嘛 對不對 所以都沒有關係 都不用再做 只要連線 它是不是就連上了 那連上呢 是不是要去做formate 現在都不用做 因為它之前我們已經做好過了嘛 對不對 也是給我們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練習過了 那這個空間拿來用呢 第一槽 好 我們是不是要改一下 好 我們統一的大家改一下 改成磁碟代號路徑 改成 S 這個代號有你自己喜歡 但是不要 A C D E 這三個代號盡量先不要用 知道嗎 C 本來就用不到 D 跟E槽盡量不要用 要知道意思嗎 好 改成S 好 是不是改S了 好 這時候呢 把它按右鍵做什麼 離線 對不對 再按右鍵做連線 是不是一樣S了 所以沒有錯之後呢 好 我們就把它做離線 再來 要移到第二台 一樣到這一個 這一個 第二台裡面是不是有一個 一樣剛剛那台 那一個詞別 按右鍵做連線 它是不是出現代號 沒有出現對不對 沒關係 就按一下離線 再按一次連線 它是D 對不對 D跟這邊有沒有一樣 這邊是第二台 這邊是第一台 第一台是S 所以第二台要改成什麼 改成什麼 S 這樣知道嗎 兩邊的代號設成一樣 好 這樣是不是兩邊都連線了 然後這邊呢 再測試一下 按右鍵離線 再按右鍵連線 有沒有 沒有看到沒關係 按右鍵離線 再按右鍵連線 有沒有 是不是S跑出來對不對 好 這個代表設定好了 那中間只要有一台連線就可以了 不管哪一台都沒有關係 知道吧 這邊它連都沒有關係 只要有一台連線 這邊你已經確認過連好了 這邊呢沒有連好 對不對 好 但是呢你現在是不是還有兩顆磁碟 對不對 齁 我們有一顆不要動它 好不好 另外一顆呢 我們來 做一下 齁 這邊這一顆 按右鍵 第二顆 不管你選哪一顆有沒有 第二顆按連線 好 齁 代號呢等要跑出來 如果沒有沒關係 D槽對不對 那D槽我們一定要改掉 建議各位一定要改掉 知道吧 按右鍵做變更 好 改成 我們講說改成 K K 這個代號是我自己亂想的齁 沒有一定標準知道吧 這個K 好了 這一邊 對不對 這一邊 我們這邊按下右鍵離線 好 這一邊 按右鍵做什麼 連線 稍等一下 是不是一個D槽 它一定會是D槽 好 那這個現象會不會發生 等一下 後面的時候我們要各位來做 所以這邊呢 我不改代號 請各位呢特別注意我這個錯誤現象 這邊是不是改成K槽了 這邊是可能不改成K槽一樣是D槽 好 懂得是吧 我讓各位實際呢 當然不一定每個同學都會碰到 好 當然 20個同學裡面呢 碰到一個 你就會發現那個問題是什麼 好 所以呢 當我們這邊沒有 這邊有改成K尺碟 這邊沒有改成K尺碟 請各位注意這個現象 好不好 好 那第三個問題是什麼呢 這兩個通通不做 都是D槽嘛 對不對 是不是都是D槽 對齁 好 這個也留著 知道吧 所以呢 這一個兩層改成一樣的S 沒有問題 好 這是我們的標準動作 第二個呢 這邊有改代號 這邊沒改代號 對不對 第三個兩個用代號都不改 後面再來看 這個呢 跟我們建立沖擊現在不會有任何影響 因為我們的重擊建立的時候呢 最少有一顆磁碟已產生了 對不對 而且是最小顆的 我讓各位呢 安裝好之後 我們再做 重擊的介紹的時候呢 我們來看看這些 會有產生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好 這樣呢 你磁碟就完成了 好 我們呢 就差不多要完成喔 要完成我們的先驅準備動作 好 好 好 我們呢 中間有一個插曲 3part storage插曲 來這邊呢 跟我們前面介紹 剛剛是連上線的 好 那我們現在再回過頭來看一下 3part呢 走去新增 好 那我現在呢 來看一下 我現在先用管理者來登錄一下 我先來看一下 我們的同學的幾個號碼 先來看一下 好 那是 6號 好 6號同學在這邊 好 你們可以看一下 6號同學裡面的host 裡面點他之後呢 再點這邊 好 不好意思 看錯了 這404號 要注意一下 404我還沒去刪 來406的 6號 host 好 我有幫他加進來 好 但是他現在還可能 等一下還沒有去做那個 Storage的部分 好 這邊呢 406 那那個 6號同學 你的是不可以連線了 只是沒有磁碟 這是正常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18號 跟19號 我們先看 19號 的host 有沒有看到 也有嘛 對不對 都可以連 然後呢 18號 一樣有可以連 好 10號 還有一個10號 我上次應該都有做 好 都有連 所以你們五位是不是都可以連線 只是沒有磁碟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你就點到你自己的名稱底下 好 來看一下這裡有一個 好 Provision這邊 點這邊 點 點 好 我現在呢 用一個同學的位置來做 來做說明 我用 17號 對不對 好 17號現在沒有人 我現在是不是連到17號這一台 好 連到17號這一台 所以你們現在呢 看到這一個選項 有沒有 點這個選項 好 點這一個名稱是你的 然後底下一個 CPG 這是你的 CPG 空間 有沒有 目前是沒有在用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CPG 好 CPG是那 我給你的多大容量 就是你的這個磁碟 多大容量 我可以去限制你 我給你這個名稱的帳號 在這個Store裡面 針對你這一個 A4067這台電腦 我給你的一個65G的容量 你永遠超不過65G 除非我再開放給你 因為我是管理者 這樣知道 那管理者是我 我才可以看到全部的 那你們只看到你自己的 那這邊呢 你只有65G 所以我們65G 在我們上課夠用了 好 再來呢 你要新增一個虛擬 磁碟 點一下這邊 Virtual Valence 這邊 點一下這裡 好 這裡一個Summary 是摘要 點一下Virtual Valence 裡面是空的 有沒有看到空的 好 是正常的 好 那我們就呢 這裡呢 再移到我們的這個Virtual Valence 按右鍵 有一個Create 要新增 好 新增就會跳出這個Create Virtual Valence 好 按下第一個畫面 這是一個它的說明 好 按下下一步 好 再來這裡呢 我們呢 這裡的動作 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名稱 好 來我看一下呢 我們的規則是什麼 好規則是座號加LUN 知道吧 好 所以呢我們現在呢 開心你的你就見一個 剛好我的位置叫做17號 你們就要用你的座號 LUN 17 Dash LUN Dash 有沒有Dash 有 好 1 1就是什麼第一顆 1個 自己去 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再來 這底下不用選 好 你沒有一些任何的一個範本 你就是空的 再來底下呢 我們用使用什麼 Sync 如果你沒辦法選Sync 就是富兒 知道吧 我們都慢慢增加 再來呢 你要去選 給它幾G 5G 第一顆給5G 內定5G 知道吧 再來呢你要使用哪一個CPG 就是你的最大能量的空間 只有一個可以選 一個 好 那這個代表呢 可以讓你選的意思呢 就是我管理者可以 給你這個使用者 很多的不同的CPG 有給你645G 給你100G 對不對 這是我可以去開給你 空間給你用的 好 我們選了你只有一個CPG 可以用的空間 可以選擇而已 好 再來底下呢 Wallin這些都不用設定 Copy也不用設定 因為Copy它會幫你複製備份 這個你都不要做 因為我們並不是給你真正工作的 是在這樣練習的 好 底下這裡呢 你只要新增一顆 所以你只做了三個動作 1 這裡應該想四個 2 這裡有沒有 3 4 知道吧 那這裡呢 內定只是一顆 所以你也不用理它 好 這樣呢 1 2 3 4 之後呢按下下一步 好 讓你看一下底下 那鍵的是什麼東西 鍵多少多大容量空間 好了 按Finish 這裡就出現了你那一顆 好啦 那一顆呢 你的電腦還是抓不到 因為呢 你要把它Export 匯出要給哪一台電腦用 現在是給你的這一個名稱 那這個是應該 建空間的地方 再來呢 我們要給誰用 所以你要按這一個你鍵的LAN 按右鍵 Export出去 指定 來點這裡Export 好 Export之後呢 來按下下一步 好 這裡是不是有你剛剛那個LAN 你鍵的名稱 你要給哪一部電腦 是不是有電腦名稱 就點它 再來這裡呢 它會幫你從0123幫你順序 你也可以自己調 但是你調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調不知道位置 會重複到 所以我們建議呢 一般來講很多的機器 是沒有辦法讓你用自動的 都是手動的 所以你自己要去記住 不行 就是我重新再換一個 有時候要記錄 那這一台呢 它有讓你說自動的 那所以我們就不要去做手動的 就把Auto打勾 按下下一步 好 位置沒有問題 按下Finish 按下4 好 這裡就看到了 它Export給誰 我剛剛是不是沒有選 不好意思 有有有 好比較慢出來 好 這一邊是不是你會變藍色的 因為你剛剛已經連線了嘛 那17號沒有連線啊 沒有電腦去連它 沒有電腦去連它 好 以此類推呢 各位 我們五位同學 再去建一下 再建兩顆 一顆 20G 一顆 22G 23G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個呢 中間的插曲 中間的插曲 中間的插曲呢 來 我們來把它中間插曲呢 好 好結束 好結束一下 OK 這一段呢 中間的插曲在這邊 好這個部分呢 我們等一下呢 再繼續呢 介紹什麼 我們正在這兩台 SERVER01 SERVER02 SERVER01已經做好之後 就可以連線到這邊了 好 好我們要來做我們的 這個 Hyper B 要來做我們重啟之前呢 我們現在呢 先前準備作業 基本上已經完成 但是我讓你的環境更趨於現實 我們來看一下呢 這台主機 我們來新增一個 一張 網卡 網路界面卡 好嗎 現在只有一張而已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再新增 新增第二張 第二張 好 我們再新增第二張 那第二張呢 選擇哪一個位置 一樣選90都沒有關係 知道吧 一樣選90都沒有關係 好 然後呢 我們來連線 選擇外部網卡 好所以呢 我們這張也有兩張網卡 好 那 你這邊呢 各位注意一下 一張有IP 一張是沒有IP 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我要做什麼 有IP是不是在管理電腦 沒有IP是不是在當Hyper B的通道 對不對 對吧 好 好 這樣的新增網卡 OK 另外一台 一樣 檔案 設定 新增 網路界面卡 按新增 有沒有 這裡 這裡的位置要選哪裡 一樣選90外部虛擬交換器 好 所以我這一台虛擬機器 是不是可以有兩張網卡 好 確定 好 這邊呢 建好之後呢 按OK 所以我們的兩台機器 就會有兩張網卡 各位呢 這個跟我們的實體機 你可以看一下 這裡是不是有兩張網卡 對不對 一張以太網路 一張2 對不對 這一張我們要當通道 對不對 好 那這時候呢你就要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Hyper B管理員 工具 Hyper B管理員 我們是不是可以去設定 是不是一個 虛擬交換器管理員 是跟我們剛剛在做實體機的設施一樣 對不對 那這一台機器也是實體機喔 我們是把它模擬成實體機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虛擬交換器管理員 是不是要新增一個外部網路 對不對 按一下建立 好 這裡不要打勾 對不對 好 這裡是有Microsoft 有1跟2 看到了沒 1就是我們剛剛的第一個 以太網路 2就是以太網路2 這樣懂是吧 所以你不要選錯了 選第二張 好 這裡呢 我們把它當成 假設呢 是另外一個網段 好不好 也是90 只是呢我們把它打一個 90 QQQ 不要寫外部好不好 QQQ 這表示是虛擬機器在用的 好 這邊呢新增一個外部 QQQ 對不對 好按一下是 他是指定給我們的第二張網卡 這一個地方是你最重要的 知道意思嗎 不要選重複的 懂意思嗎 就是要找哪一張不要用的來用 如果這張是已經有IP的 你把它拿來用 這裡又沒打勾 哇那你原來的連線就壞掉了 好 再來第二台也是一樣 兩邊的網路 外部 外部網路 虛擬交換器的名稱叫一模一樣 好 所以呢我們就回到另外一台 HIP管理員 一樣到SERVER2 虛擬交換器設定管理員 一樣要新增一個外部的 好建立虛擬交換器 一樣 剛剛這邊注意一下名稱喔 左邊是不是打90-QQQ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的 右邊跟左邊兩台的 虛擬交換器管理員的名稱 叫一模一樣 你一模一樣的意思是 當你虛擬機在交換的時候 他去找到另外一台 才能夠找到那一張的網卡 好這裡一樣不要打勾 這裡一樣要選擇什麼 第二張 這樣知道嗎 這裡不能選擇喔 你選擇你這台主機的IP就不見了 好按一下確定 這邊按一下確定 好就設定完了 好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先取準備的動作 到這邊之後呢 再來我們就要讓各位來安裝我們的 重擊服務管理員 就下午的時候呢 我們再來跟各位介紹 好那這個章節我們就先介紹到這邊 這個章節我們就先介紹到這邊